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常认为埋制深度大于5米或大于基础宽度 常见的深基础有装基础 沉井基础 地下连续墙基础和沉箱基础等 与浅基础相比 深基础的承载力高 变形小 抗不良地质灾害能力强 但造价高 施工复杂 工期较长 部分深基础施工存在震动 噪音和污染等环境问题 装基础是我们最常见的深基础 装基础的设计是我们本章的重点 装基础主要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况 一 上部土层较差 底部有较好磁力层的地层 二 下部虽无明显的磁力层 但地层整体均匀 能提供较好的装侧模组力 三 上部结构承受较大的水平力 四 地层中含有膨胀土 土体的湿胀干缩 对结构稳定有影响时 五 结构承受较大的上板力 六 跨河桥梁 河床土层受冲刷影响较大时 工程中各类建筑物形式 售货特点 施工条件等千差万别 为了满足各类建构住物的要求 适应不同的地基 在工程实验中已形成了多种类型的装基础 根据装基的构造特点 施工方法 装土相互作用特点 装的承载形状及装身变形特点的不同 装基础有多种分类方法 根据成台的位置可分为高装成台基础和低装成台基础 低装成台是指成台位于地面或局部冲刷线以下 反之为高装成台 与高装成台相比 低装成台的基础更加稳定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采用 但跨核桥 采用高装成台可减小水下作业量 则常采用高装成台 装的施工方法较多 根据施工方法不同 可以分为预制装和灌注装两大类 基装的施工方法不同 不仅采用的机具设备和工艺过程不同 而且将影响装与装周图体接触边界处的状态 进而影响装的承载性能 预制装是在工厂或施工现场预制而成 质量稳定 容易检查 根据沉装的方法不同 可以分为打入装 震沉装和静压装 灌注装则是直接在场地沉孔 下放钢筋笼并灌注混凝土而成 根据沉孔方法不同 可以分为尘管灌注装 钻孔灌注装 和挖孔灌注装等 建构入物的贺载作用方向 主要有竖向和水平向两种 竖向贺载一般有装端阻力和装侧阻力支撑 水平贺载一般有装和装侧土 水平抗力支撑 根据承受贺载和装土作用的特点 机装可以分为承受竖向贺载为主的 抗压装和抗拔装 以承受水平贺载为主的水平售贺载 以及承受多种贺载的复贺载 机装的数项承载力主要由装侧阻力和装端阻力提供 根据机装承载力的组成 可分为磨擦型装和端程型装 根据装侧磨组力占总承载力的比例 可进一步细分为磨擦装、端程磨擦装、磨擦端程装和端程装 装的排列形式不同 水平贺载作用下装的贺载分配计算方法也不同 按装的数量以及水平贺载作用方向上装的排数 可以分为单装、单排装和多排装 单排装可以根据水平贺载作用点的位置 按线性分布计算各装分担的贺载的大小 而多排装则需采用结构力学中的位移法 按门式框架计算各装所分担的贺载 根据水平贺载作用下装的变形特性 则可以分为刚性装和弹性装 钢性装在水平贺载作用下只发生旋转 弹性装则会产生挠曲 装还有其他很多种分类方法 同学们可以在课下查阅相关资料 不同材料、不同类型的装基础具有不同的构造特点 为了保证装的质量和装基础的正常工作能力 在设计装基础时 首先应满足其构造的基本要求 在实际工程中 建筑工程、铁道工程 和公路工程因承受的载荷不同 对装基的构造要求也不同 本讲主要针对公路和铁路桥梁装基 为了对比公路和铁路桥梁工程中 对装基构造要求的不同 讲稿中用国号标注的文字 为铁路桥梁地基础设计规范的规定 请同学们在以后设计工程中需加以注意 钢筋混凝土灌筑装是公路和铁路桥梁最长的一种基装形式 基装的直径一般根据受力的大小 装机形式和施工条件确定 钻孔装的设计直径不宜小于0.8米 挖孔装的直径或边宽不宜小于1.2米 装厂有计算确定 嵌岩装一般要求嵌岩0.5米以上 装身混凝土强度等级在C25以上 基装钢筋骨架应有一定的钢性 便于吊装和保证主筋受力后的纵向稳定 结合钢筋笼的加工顺序 我们讲解一下灌筑装钢筋笼的构造要求 沿纵向每隔2米到2米5设置一道加进钩筋 钩筋直径16到32毫米 通常选用竹筋相同的等级和直径 沿加进钩筋的周边等间距和竹筋 竹筋直径不宜小于16毫米 每根装竹筋数量不宜小于8根 其间距不宜小于80毫米 且不宜大于350毫米 闭合式骨筋或螺旋骨筋 不宜小于竹筋直径的四分之一 且不宜小于8毫米 间距不应大于主筋直径的15倍 且不应大于300毫米 钢筋笼四周应设置突出钢筋 定位混凝土块或其他定位措施 保证钢筋保护层的厚度满足要求 钢孔灌筋装常用的含金率为0.2%到0.6% 预制装一般采用工厂预制 施工质量较好 装的形状、强度、配金和分铁长度应满足制造、吊装、运输和打装需求 以钢筋混凝土预制装为例 常见的装型为方装或空心管装 为了便于后期沉装 预制装的截面不应过大 装的边长或直径一般在200到600毫米之间 装身混凝土强度等级在C30以上 运输时一般采用双点吊装 吊点的位置应使得在重力作用下起吊后 装身的正负弯举相等 吊环已设置在距装端0.207倍的装长处 如果采用单点起吊 吊环则应设置在距装端0.293倍的装长处 采用垂直法沉装时 预制装的最小喷筋率不宜小于0.8% 静压法沉装时 最小喷筋率不宜小于0.6% 主筋直径不宜小于14毫米 为了防止装顶被打坏 装顶以下4-5倍装身直径长度范围内 骨筋应当加密并且设置钢筋网片 钢装轻质高强性能稳定 特别是近年来钢材的价格相对便宜 应用更为广泛 如上海经贸大厦 杭州湾跨海大桥等 常见的有钢管装、形钢装和钢板装 有钢厂直接加工成型 钢装在设计时需要考虑使用环境的腐蚀 装材设计厚度有有效厚度和腐蚀厚度两部分组成 同时考虑做防腐处理 钢装的防腐是当前工程界的研究热点 现在常用的方法有涂刷防腐层 增加腐蚀余量和阴急保护等 为了保证装机的整体性 装顶处一般设置细凉或成台 单排装在装顶处设置横细凉 细凉的高度一般去0.8到1倍的装径 宽度一般为0.6到1倍的装径 混凝土等级在C25以上 配金率大于0.15% 多排装的装顶处设置成台 成台是联系裙装与上部蹲台结构的连接体 一般设计为钢体 成台的厚度应为装直径一倍以上 且不宜小于1.5米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25 装顶主金深入成台时 成台在装身混凝土顶端平面内 需设一层钢筋网 钢筋纵桥向和横桥向每颜米宽度范围内 钢筋的截面积为1200到1500平方毫米 顶面和侧面应设置表层抗列钢筋网 每个面在两个方向的截面面积 不小于400平方毫米每颜米 装与成台之间一般采用钢性连接 预制装可直接买入成台 一般在装顶处设钢筋网 钻孔装则将装头混凝土破碎后 将主金与成台钢筋网绑扎在一起 并通过混凝土胶筑成一体 管装则通过插筋相连 以上我们学习了装基础的分类 特点和主要构造要求 本节课到此结束 我们下节课再见